I think 首先看得多呀 就是要做好 可能要在这上面花比较长的时间 去学一些基础的内容的心理准备 我觉得他们主要看的是个人的project 像我的话就是完全没有做任何的 没有做啊 你就开始做 对 我现在开始做了 你找不到工作我也没有办法 Benson 语言他们之间是不是 其实都是相通的 我感觉就是你学会了一个逻辑 你去到另外一个的话 其实也不会那么难 突然你在这儿我有点不太习惯 OK One more time Hello 大家好 我是Peter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今天给我开心吗 之前很多朋友在网上问我找工作的事情 当然我知道大家问我找工作 不是说真的关心我是不是找到工作 只是大家想知道 ITB了之后是不是在西西兰会好找工作 我目前是还没有找到工作 但是我今天请到了我一个同学 这位狮子小姐姐跟大家say hi一下 Hello 然后她现在已经是成功的 从幼教转行转出去 读完了IT之后找到了IT相关的工作 我今天就是想要把情况让她跟大家传授一下 就是她这个转行成功的这么一个经验吧 她之前有出现在我的那个吐槽幼教的视频里面 讲了一些关于新西兰幼教这个方方地面不好的一些地方 如果你们没有还没有看的话 记得回去翻阅一下 转行呢我们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嘛 首先我们来请那个狮子小姐来讲一下当初你选择转行IT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我其实最开始考虑的是想要继续学心理 因为我之前是读心理学的 后来是考虑到在这边 特别是独幼教的过程中就是还是很明显的感觉到说的难听一点 非我族类其心必毅 就是和当地的很多人在就是成长经历和文化背景上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 我就会感觉可能一记安生会更加容易 做一个counselor的话 你可能会跟他们要去之间需要建立一种情感上面的信任关系 然后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背景跟他们也不一样 然后我们的三观可能也不太相同 就真的要进入一种相对比较信任的关系会相对来讲比较困难 对的对的 当时我跟老公在看哈里哥特 然后学魔法吗 不是不是 不是也不是不能考虑 这不是没有收到录取信吗 也是 就我老公有一个很好的比喻 就是说我们可能在这个魔法世界我们制作宝物 的能力就是比别人强 对 技术类的 对对 技术类的工作很多为什么是IT呢 IT首先赚的多呀 对 其实其实我当时想转行IT也是 我觉得因为工作这个事情吧 我觉得很少很少吧 大概一万个人里面能有一个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很不错了 大多数人其实就是不喜欢他们的工作 只是为了要赚钱 然后要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 那工作这个事情说白了 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是做一行恨一行的 所以就是会想找一个相对来讲可以赚钱多一点的工作 因为不是很多朋友担心说就是学IT这个东西会很难嘛 然后就是 但我觉得对你来说肯定我知道不难啊 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学习还是蛮辛苦的 你会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一定可以学的会的东西吗 因为我知道我也不算笨的人 就是就是你会觉得就是一定要是比较聪明的人才能学吗 不会我觉得你归根到底IT大部分人做的其实是engineer的工作 就如果你需要做scientist 然后你要做计算科学 那肯定我觉得是小天赋 但是如果是engineer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是这个事情你做过跟你没有做过的区别 一旦你已经做过了之后你大概知道你要用什么关键词去谷歌 你谷歌到之后要怎么用 对一个入门的程序员来说 其实从这里开始就足够了 然后再就是你要跟机器打交道 就是你最初的那个作为方式的转变 基本的概念要理解 因为我自己学下来是觉得一开始还蛮难的 就我们也确实有一些同学就是学了一半退学了嘛 然后还有一些同学其实你看他确实是毕业了 但是其实他可能屁也不会 就有那种同学就是你会有建议说这是什么人 你觉得不要建议他们来学这个 我觉得如果你看到这个就烦就不要做这个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觉得看到代码写代码给你写一个东西 你就是提不起你任何兴趣 我觉得除非你就是真的有一个聪明的脑袋瓜子 可以帮你就是硬扯上去 否则的话你学这个你会非常非常的痛苦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不是那种非常聪明 可是你又没有对他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学起来应该还是蛮痛苦的 因为特别是对想要转行的人来说 就是又没有说本科接受基本的训练 如果是你一个人 其实这个过程中你要就花时间去再去从基本的做起 而且又有年龄的压力 因为我工作之后就为很多刚毕业的同学人 哪可能是一二岁 你要想他们可能已经在这上面花了很多年的时间 他们有的人可能是五六岁就开始变成了 就是要做好可能要在这上面花比较长的时间去学一些 基础的内容的心理准备 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比较孤独的 因为我知道现在因为那个新冠疫情的影响 很多公司倒闭了嘛 那现在找工作很难 像我毕业已经三个月了 我还没有找到工作 但是你就是在我们所有人都还在上学 就是我们要二月份才毕业 可是你已经九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找好工作 就很厉害 然后就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觉得你可以这么快找到工作 有没有什么就是技巧想要传授给大家的经验 我觉得的现在这个公司会收我的 我觉得他们主要看的是个人的project 基本上我面试的时候也是围绕这个在说 不管是技术方面的问题还是behavior方面的问题 我基本上都在往我做的project方面拉 不管是小组的还是个人的 就是他会觉得说这个人虽然他学习的时间比较短 但是他是能做东西出来的 我觉得这是我现在这个公司会考虑我的一个主要的 所以你是觉得就是还是会建议大家学习的时候 如果有时间的话 要自己自己去网络上做一些开源的项目 然后就是可以让人家看到你 就可以把这个网页也好 或者说软件也好 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然后你当中发现一些behavior problem 中文怎么讲 可能是一些你的 习惯性格吧 你的一些处理问题的方法 就是这个项目当中发生的事情 怎么体现了你一个怎么去处理问题 怎么去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吧 对 就是你要就是有几个这样子的故事准备给故事 我总结的对吧 对对对 然后就是你要有可以拿得出手的一些项目 如果你真的是想找软件开发这个方面的东西的话 你还是需要在一些开源的平台上面做一些东西 像我的话就是完全没有做任何东西 没有做啊 你又开始做了 对我现在开始做了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 在威逼利诱之下你终于开始做了 找不到工作我也没有办法 然后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到后期我确实学的也比较吃力 然后我就后面两个学期就比较躺平了 就是只要完全学校的作业 然后我就什么都不想干了 这个狮子小姐姐她就会 她不仅自己做很多东西 然后她还会去学很多学校没有教的东西 你跟我们讲一下 这是你学的那些东西 你怎么去挑选你学东西 然后你觉得学什么东西 会对你找工作会比较有用 我刚开始就是自己花时间去学 是我还在做右脚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是先学的python 就学python那段时间 就是虽然没有用python做出来一个像的东西 但是一些基本的概念 同最基本的函数方法 class object这些东西 就是那些熟悉的一些那些语法的东西 对对对 学了一段时间的python之后 就在刷leet code 说实话我后来面试 没有任何一个公司问我自己的code的问题 当然这个是新西兰的一个状况 如果你是北美或者是澳洲 亚洲别的地方的话 我觉得欧洲他们都还是会用 蛮多leet code的东西 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leet code的那段时间 是当我熟悉了语言的标准库 做了那个之后 就在cocera上做了算法的课 那个时候都是就是坐下来 反正呼伦吞早 可是现在对你的找工作会有帮助吗 很难说会有直接的帮助 但是会首先语言的特性会比较熟悉一点 然后你再去学习的语言 很会比较熟 再一个就是因为你平时要跟程序员打交道 人家可能是读了很长时间 然后人家的用的那些词汇语言 我觉得那个阶段就是帮助我 能跟人同事说上话了 就是我觉得对转行来说 这其实也是一个难题 就是刚开始的 不要人家来说什么 后来做上一些课之后 就是熟悉他们用的语言 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一步 然后就上学了 就开学了 所以你觉得就是如果让大家学的话 就是一定要首先就是学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可是在实用性方面的话 你觉得就是其实你学任何东西的话 编程语言他们之间是不是其实都是相通的 我感觉就是你学会了一个东西 你去到另外一个的话 其实也不会那么难 再说到这我要推荐一门课 我觉得非常有用 就是叫Programming Languages 在Cocera上 惠林顿大学的一个老师修的 惠林顿大学 伟大 对不起 对不起 不是惠林顿大学 华盛顿大学 对不起 我在新西兰 我在这里待久了 有没有惠林顿大学是什么大学 华盛顿大学的一个 关于这一部分 我再问一下 就是说你是觉得就是关于 Functional Programming 和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就是两个你去建议 大家都去设立一下 感受一下吗 还是说看自己感觉 就是盯着一个就好 我觉得作为一个特训员 如果你还一直做的话 我觉得还是应该都感受一下 都要熟悉 好 那今天我们 狮子小姐的分享 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在我们的回答过程当中 觉得我们有一些 讲的不是非常对的地方 欢迎大家留言指出 然后下一集 我们还是继续跟大家一起聊 所以一定要记得帮我点关注 然后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 我们下一集出 更多天的分享的时候 就收到通知哦 最后一定一定 拜托大家帮我 点赞评论转发 好不好 谢谢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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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